再来第二个 来方你说你们家 就是24小时都没关 几乎是 如果湿度到的话 它自己就会关起来 有人在的环境之下 会设定湿度 人不在的话 我就会让它连续除湿 了解 就是到了够干爽的情况之下 人比较舒服健康 它就会自动停下来 因为其实太干也不太好 好那徐医师呢 你的状况 你家有放吗 有啊 因为现在有小朋友也是放 因为他们有时候怕 他们会鼻子过敏 皮肤过敏 所以减少撑满 还是有帮忙 那你都是会 24小时不关处湿效果比较好 还是你平常使用的习惯是吗 我可能没有到24小时 平常20小时我都不在家 他说太太会在家 所以有时候他们 他会自己来斟酌 黄金的情况来开 OK 因为有些有太阳面的 我们家有一边有太阳面 它就比较不湿 另外一边就会比较会湿 而且还有到底人要不要在里面 出湿的时候 这到底怎么样才正确 其实就考量 就医学证据而言 你要避免沉满 最好是50度 湿度50以下 可是其实这有点困难 那个人应该会不舒服 人其实就会不舒服了 所以其实比较折中的方法 是大概65左右 65是一个大概可以 你取一个人体舒适 以及这个 沉满比较不会支撑的一个 折中的一个湿度这样子 很多人都讲说 厨师机开着的时候 人不要在里面 其实如果有设定好湿度 应该是还好 只是怕你弄得太干了 对 了解 所以如果是可以设定湿度的话 大约设定在65% 是比较好的 至于到底有没有24小时不关 这就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了 因为重点是湿度 好 接下来第三个大家容易犯的问题 清洁滤网 张医师 你有清洁过吗 我家里有没有去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本身是没清过的 吴医师 你们家呢 我们这样忙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自己去做 但是会监督这些事情 他的滤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要清 后来有一次我就发现 他可以拉一片东西下来 结果他上面的那个污垢这么厚 超厚的 超厚的 难怪你家会长香菇 对 很厚 所以其实后来滤网 我们大概几个礼拜就会清一次 所以他是跟洗 不是洗漆 那个跟 冷气 其实大家会想到 冷气要清滤网 这个其实是大家的直觉中都会知道 可是其实除湿剂有滤网 它其实就是一个循环 把一些脏东西灰尘 带进去除湿剂的滤网中间 然后再排出一个 比较清晰的空气 所以其实如果天天清那样最好 你如果折中的话 大概一个礼拜清一次左右 所以大家比较容易忽略 这个滤网要清洁 其实我买第一台的时候 也是大概两个月才清 灰尘也是超级厚 然后你到后来你就发现 厨师效果好像没有那么好 没那么好 对 你清一清又觉得 厨师机的效果又回来了 所以其实就是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 所以要定期清洁 但是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厨师机还蛮贵的 又不是大家都可以用 除了嘉一师刚刚提到的 噴酒精更贵 对 咖啡渣 除了咖啡渣之外 你还会教大家什么样的方法 下考这个炒生白米 很多人有时候家里的米 有时候一累积累积太大 吃不完过期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拿去炒 蓝芳你刚刚提到说洗衣粉 对 所以洗衣粉 我看你用的方法 不是说只是用一个盒子装而已 有个保鲜膜在上面 拿在它几个洞 其实你都会发现它会结块 你再把结块拿去洗 其实就OK了 好 像现在这样是松的 是松的 如果湿气重的话 大家知道洗粉会变成一块块 但没关系 还是可以用 另外 这边还有一个 我自己觉得 比较好的方法是 抱纸跟木炭 对 因为其实抱纸它本身都可以吸湿 但木炭 它那个竹炭 它其实里面有些孔洞 我们水汽在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吸附那个水分 所以其实两个合在一起的 除湿效果其实还蛮好的 那你通常把这放哪 放在衣柜的角落 就是大衣柜下面的角落 那 掌香菇的那个有放吗 没有 掌香菇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都没有除湿 然后才发现 但是要记得就是有放的时候 要定期把它拿出来换 好 所以你就是用木炭 然后把它随便包一包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抱纸是在塞在鞋子里面 可以除了除湿还可以除湿 可是抱纸还蛮好用的 夏天午后雷震雨是 鞋子湿了 然后就塞抱纸 对 急抱纸 然后另外 这几年有这个硅皂图 这个硅皂图 我自己觉得它是吸湿效果很好 可是它除湿效果 我觉得没有这么理想 应该说它是通常 我们会把它做成那种地点 地点 像我家我也有买的 所以搅吸湿非常非常快 但是它放在家里的除湿 没有这么明显 我不觉得它可以除湿得很好 而且其实它 它如果大家在买的时候会发现 硅皂图它的价位差很多 几百块跟几千块都有 对 没错 所以你在判别的时候 包括你去喷水喷它 你就要老板给你喷喷看 如果老板不让你喷得超慢 它吸得非常快 对 然后你可以试试看 甚至放一张卫生纸上去 如果说这个卫生纸 还反潮出来的话 可能代表它的硅皂图 没有到那么好 如果真的是好的硅皂图 你喷水之后 其实它吸得还蛮快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别 其实很多人问我说 为什么我这么注重在除湿 因为我们家很多台 但是因为我们 其实最理想的是一瓶 就一平方公尺最好是除 可以除0.24升 所以反而换算下来 大概一瓶要除掉一公升的水 假设你住在20瓶 那是5公升 5瓶就是一个房间 就有这么多水在 其实我在家里除了 出去到回来24小时 刚刚说会 水就满了 但是当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发现一天大概要倒两天 水 很湿很湿 所以还用了一些小方法 除了除湿机之外 这是比较古早阿嬷的方法 就是不用去少到 还没有过期 大概有过期的米的时候 拿来炒 火其实不要太大 很容易把它炒焦了 大概一手小小火 然后就把米倒进去 然后倒进去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一直拌炒 一直拌炒 一直拌炒 这样炒 大概要炒多久 其实我发现大概要10分钟 以上才会开始变色 变很淡很淡的色 然后大概到15分钟 才会有比较金黄色 所以真的要炒 因为一开始炒的时候 我们家的人还会觉得 就黄色了 已经有黄色 我说哪里有 我说不行 坚持一下 后来真的是到大概13分 快15分的时候 才开始变金黄色 所以真的 有香气出来 又 对于米的香味 对 会有香气 那不会开始变成爆米香 我自己有吃 很像爆米花的味道 它有玄米香 爆米花是玉米粒 但是如果是爆米香的话 就是用米做的 对 所以你说要炒到像这样的金黄色 对 这样子金黄色 大概15分钟 15分钟 大概15分钟 这看起來滿好吃的 对 滿好吃的 你看 有玄米的香味 好香 对 这个感觉来泡茶也不错 我觉得炒完就把它吃掉了 但是我觉得 这个比你的酒精还神混 还神混 对 这个米 这个好香 很香 是 我炒完的时候 大概要冷却 大概20分钟 今天没有办法让你们试吃什么 就只有这一盘 这应该是鸟在吃的 所以大概要炒到 这一个金黄色 对 没错 如果火太大 可能就会有 接下来这样的悲剧 对 没错 火太大 炒太快的话 其实就会这样子 这个也要让你们闻一下 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一种焦香的 它可以搭 这是炒失败的 这是炒失败的 可是炒失败的我想问一下 道理是不是也一样可以 除湿 应该是可以 都可以 因为它一定是变成碳 对 变成碳的话应该是可以 所以只会浪费瓦斯费 像是吸水用的 对 好 这是 阿嬷的秘方 那炒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来告诉大家好了 好 你通常炒完之后你怎么做 我就是炒完 就是放在一个盘子上面 然后就放大概半个小时 不然它很烫 它连一颗米都很烫 要把它倒在袜子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纸上面 然后折成 就譬如放在纸上面 然后让纸这样倒进去 对 不然这样会整个灑出来 好 来 那我们用湯匙好了 可以 所以你大概就把这样子的 装面具 袜子 防好之后放在一些抽屉吗 抽屉里面 或者是一样衣柜的下面 地上 或者比较湿的地方 厨房或者是厕所 那多久要换 一个礼拜我就换一次 我是没有用过这个 一个礼拜换一次 但是如果是那种 它就会换 一两个礼拜就会换 OK 所以是不是比你还胸本 对 比我还胸本 就大概结起来 或者是绑个袋子 好 反正今天很多的方法 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那其实也知道一下 过去的人到底是怎么用的 除了木炭之外 他们也会用米 还好这个袜子洗过了 不会 好 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小包包 在抽屉里头 也可以放一个小小厨师包 如果你是属于 如果你是韩式的体质 譬如说你舌才生出来 就是整个是白的 然后腻的 应该说是越吃越湿热 你就会越吃越痒 我记得每次 几乎中医师讲到 做到去身体的诗 都会提到四圣炭 为什么